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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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上個禮拜台北股市連跌三天 那這三天大上指數 差不多就跌了差不多900點左右 但是跌到900點之後 台北股市今天一天 就漲了一半回來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最高漲438點 對不對 那目前還有漲個370幾點左右 所以上影線目前來看 沒有流很長 不過因為上個禮拜 台北股市連跌三天之後 來到月限的位置區 今天一彈起來 漲了一半起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會漲 很清楚 今天都在拉台積電 你注意看 今天整個台積電的走勢 盤中的時候 最高來到853億 也就是說漲了差不多有30多塊 所以今天漲這400點裡面 超過300點左右 幾乎都是台積電貢獻 如果你再把金融股再加加進去的話 老實講其他個股漲不多了 所以這種盤到底是不是好盤 那這東西待會我們再從個股裡面來看 好不好 那今天的盤指數是大漲 那目前還是多頭 我說這個月限都熟得很穩 目前還是多頭 可是問題是接下來它會怎麼去走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我們從最近的盤裡面來看 台北股市上個禮拜會震盪比較大 大漲都是跟美股有關對吧 那美國股市在禮拜五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其實在盤中的時候 都還讓你看到出現大跌 然後尾盤的時候都留下影線 那這只有跌比較深的盤窮 禮拜五的時候 它比較沒有 就比較沒什麼跌了 那中場還是漲了 還是出現上漲 那我們從美股裡面來看 注意看 美股為什麼在禮拜五的時候 它能夠流出長的下影線 原因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看 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公佈4月的PCE 就是個人消費支出 那目前看起來它是降溫的 那老實講會降溫 也不是很意外 因為之前公佈的CPI跟PPI 一個是超出預期 一個沒有超出預期 所以呢 PCE的指數呢 出現降溫 所以造成說大家認為 9月的降息可能性會升高 所以我上禮拜就有跟我講 那通膨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說 我們就從看那個PCE的指數呢 有出現降溫來看 那我們可以很 合情合理的去推論 整到端午節過後 就是說這個禮拜過 到下個禮拜 美國要公佈的是CPI 那我上禮拜我跟各位講 我認為CPI應該會降 為什麼你注意看 因為油價呢 我們在上禮拜跟各位講的時候 5月份的均價在829 然後到了禮拜五的時候呢 油價的5月份均價在82.3 那像823比4月份還要低很多啊 那你現在也沒有比3月份高啊 對不對 那比2月份的81.8只差一點點嘛 所以呢 我們就從整個油價的均價裡面來看 照理說CPI應該會降溫 好CPI會降溫 好那各位 我上禮拜我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那既然 你通膨有機會降溫的話 那就代表了說 你美股應該要去走攻擊 是吧 所以呢 上禮拜我跟他講 如果說來到 因為5月12號這天啊 6月12號 6月12號這天啊 要公佈CPI嘛 那6月13號是聯準會會議嘛 之前我們看到一些聯準會的官員 其實除了報爾之外 大家都認為 都還是比較偏鷹派啦 就是說 都還是認為說 我們可能要再多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地方可能有的甚至 有一個啦 有一個甚至來講要升息 所以大帳都比較偏鷹派 可是呢 6月12號公佈出來的CPI 是降溫的話 那6月13號聯準會會議 我預計這不可能降息啊 還會再多看一兩期 那是合理的 但是最起碼聯準會的官員 在6月13號的會議裡面 應該就不會那麼的鷹派 所以呢 我禮拜五有跟各位講 到了端午節過後 就在5月中的那個時間點 照理說美股它應該要走攻擊 它應該要走攻擊 但是我們從美股目前來看 比方說高科技股 禮拜五的時候呢 盤中有破月線嘛 又拉起來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首穩月線還是多頭啊 費半也是一樣啊 首穩月線還是多頭啊 對不對 連那個最弱勢的什麼 倒窮指數之前是破半年線嘛 那結果現在又再回到半年線了 那這地方就跌升反彈了 所以目前從這幾個架構來看 美股沒什麼問題 好 沒什麼問題 但是重點來了 之前我在5月24號也跟各位講 我預計美股後面的走勢 應該就是維持區間了啦 好 先走區間 因為漲太多了嘛 對不對 但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在於說 接近5月中旬左右的時候 它的月線成本會上來 它的月線成本會上來 我們從這裡來看 現在月線成本它會開始慢慢上來 對吧 它會開始慢慢上來 也就是說美股現在這個地方它走區間 它是合理的 而且都還是多頭 可是到5月中的時候 你既然有CPI有降溫的利多 那就重點了 你就一定要漲 那如果說沒有漲呢 那就不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5月中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美股是不是能夠如期的 再繼續往上攻 如果說到時候 美股現在維持區間 接近接下來月線成本上來之後 如果你再沒有往上攻的話 你就會破線了 那你有這個利多你還破線 那就不對了 那就不對了 所以我就說 5月中旬那個時間點會是一個 美股是不是走修正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到底美股會不會繼續再往上攻 還是說這個地方會破月線 我的答案很簡單 謹慎為之 為什麼我說這地方你就稍微謹慎為之 原因在哪裡 現在美股都還是維持在多頭 沒有變 那當然到目前為止 月線也是都守得很穩 是不是 可是你從美股本身的架構裡面來看 並不是那麼的好 什麼意思 我們來仔細看 揮打在禮拜五的時候是跌0.8% 我們老實講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多頭 因為漲多之後這邊走震盪而已 也可以說是修正乖離 就是說它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所以美股現在最起碼你揮打在撐盤 跟台股一樣台積電在撐盤 是吧 可是你從美股揮打在撐盤的過程裡面 你再仔細看 其實有些個股跟AI相關的個股 已經沒有在動 美超微的股價它已經破月線 如果你再漲不上去的話 你接下來還是要面臨到前低的保衛戰 美股是多頭 問題是有些個股現在已經開始看起來 好像沒有再上去 是不是 因為只有回答在撐 AMD的股價目前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那你再仔細看 之前還算比較強 AI的概念個股是博通 博通禮拜五的時候 它反而是破月線 現在回到季線的位置去 其實我們來看 揮打這次在創新高的過程裡面 博通就沒有再創新高了 是不是 3月份以來 大致上就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區間裡面 照理說揮打漲應該要漲 如果說後面有通膨降溫的利多 你不漲反而是破季線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 很多個股已經漲很多了 當它漲多之後 這地方已經開始 我們就講萬般拉臺指揮出來 一定有人在高檔出 否則的話不可能說 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而且還爆量 爆量去破月線 對吧 好 你再仔細看 上禮拜我們也看到了 Dale電腦AI伺服器出貨聲成長一倍 結果利多出來的時候 它也因為漲多之後大跌 有沒有 禮拜五跌了17% 有沒有 當天那天我記得好像跌了5%多 結果又跌了17% 所以你就會發現 現在整個美國股市本身的結構裡面 全部都是回答在稱 其他沒有出現輪動 那你再從這種盤式 到今天整個台北股市來看 我有說嗎 今天台北股市讓你看到大漲 這樣漲快400點 可是光是台積電 今天幾乎到目前為止了 幾乎就已經佔了300點的空間了 你再把金融的指數再加加進去的話 其實很多指數幾乎 其他的個股幾乎沒有佔什麼指數 是吧 好 你再仔細看 禮拜天的時候 黃仁遜在台大演講 他在演講的過程裡面 他有一段很強調什麼 AIPC嘛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把AIPC拿出來看 你會發現到 這一段以來就只有虛間了 忽掌忽跌忽掌忽跌 而不是只有一檔 紅旗也是一樣嘛 前面衝出去之後呢 看起來是多頭 你去追 現在又跌下了 現在又跌下了 這樣子去追 逃不到便宜吧 你看人保也是一樣啊 5月20號那天 一根紅棒起來 你看的融資是大增的 結果隔天馬上頂 到現在為止呢 幾乎已經把這根紅棒全部都吃掉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很多個股讓你看到漲的時候 你去追 逃不到便宜啊 而且這種股票很多啊 你稍微仔細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到 這到底是好盤嗎 比方說玉金光之前漲起來之後 就開始維持區間嘛 它的走勢有點類似什麼 像華碩一樣 對吧 那其他的個股裡面呢 比方說新唐 你注意看嘛 就一直在維持區間啊 漲的時候去追 結果都在追高嘛 是不是 你看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比方說之前小股票 台陽一漲起來 現在全部都跌下來 你看 稍微動一下就跌 動一下就跌 動一下就跌 搞到現在為止融資在創高啊 你看那個光照 有沒有 前面漲的時候你去追 結果就跌下來 這個個股也是一樣 看起來要漲啊 結果怎麼搞的 留個上影線現在又跌下來 你看 這個個股最近很多 瑞育也是一樣 指數是大漲啊 對不對 上個禮拜四的時候呢 看起來一根紅棒要走攻擊 結果呢隔天跌得更多 到現在為止也上不去啊 奇蹟也是一樣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 今天一堆股票都這樣子啊 漲上去又跌下來 漲上去又跌下來 對吧好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因為今天台積電漲 可能跟昨天黃文鑫 在台大的影響是有關啊 那我認為啦 台積電漲也算合理啊 因為之前我們就看到了嘛 整個輝達的走勢 跟台積電走勢幾乎都差不多了 所以呢 美股有輝達在撐 你台股呢 有台積電在撐 可是呢 你去想一下 AI這麼好 那其他的AI個股 那其他的AI個股 多多少少整理完應該也要漲吧 結果你現在回頭來看 到現在為止就這樣子啊 看起來盤中的時候還要漲 結果呢現在又流上影線 有沒有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給你停在這裡啊 那你只要進去買 結果都幾乎都套在裡面 那這些個股到目前為止也是這樣啊 所以呢那些啊 之前已經整理過的股票 照理說它應該要反彈 結果你會發現 那融資一路在創高 大家都想說它會反彈會反彈 結果到現在為止彈不到哪裡去 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彈不到哪裡去 而且這些股票 我說句實話已經跌那麼多了啦 你反彈一下也算合理吧 你最起碼像前面那樣子 稍微有反彈一下合理啊 可是到現在為止彈不起來 是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到啊 奇怪AI這麼好 台積電又在漲 可是其他股票都不漲 真的都不漲啊 為什麼會這樣 那不跟美股都差不多嗎 我們剛才已經跟他講過了 AI在漲的時候呢 當你輝大在漲的時候 你博通反而是高檔底下來 你的超微半導體AMD的股價 就維持在這裡啊 美超微的股價反而是破月線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啊 為什麼我跟他講說 端午過後的那個時間點 大概中旬的那個時間點 他很重要 因為那個時間點 你通膨已經不是問題了 那你美股照理說 應該要去走攻擊啊 所以那個時間點 如果說他沒有走攻擊 他還給你橫盤區間 甚至於這個區間 還有破月線的話 我跟他說啊 這個盤 我的看法是這樣 謹慎為之吧 什麼叫謹慎為之 不要看到漲什麼 你去亂追什麼 今天已經很多個股都這樣子了 真的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就跟你維持區間啊 漲的時候就跌 漲的時候就跌啊 那你要怎麼樣去 一定是有那個突破 就是說漲了之後 還有繼續往上攻的股票 但是我就說啦 你要去找這樣的個股 你可能要買多一點 買多一點一定有機會中嘛 中了再拿到節目來跟你說啊 那跌了就不會有人說嘛 對不對 我說這樣操作對你沒有什麼幫助啊 而且我最近有跟大家講過啊 我說有些個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說看到台積電漲 看到指數還在維持多頭 那你就可以隨便嘛 我這兩天有跟各位講過一檔個股啊 我就說 我用滑通做比例嘛 對不對 你看嘛 之前就在那邊 之前就在那邊忽漲忽跌忽漲忽 結果給你一個破線之後呢 因為破線之後又彈起來 到現在為止呢 它幾乎月季線半年線全部都破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就說 它已經漲一大段了嘛 那接下來你不可以破前提喔 你這一破前提的話 就代表說 你上面套來的籌碼就會全部出現啊 是不是 這又類似什麼 到目前為止你就會發現到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前面那邊跟你忽漲忽跌忽漲忽跌的時候 一破線 現在股價下來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漲上去你去追到現在為止 已經開始破季線了 對不對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前面你看都是忽漲忽跌忽漲忽跌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股票就是這樣子啊 一下漲一下跌 一下漲一下跌 這到底在幹嘛 那有做頭的疑慮啊 什麼叫做做頭的疑慮 因為有些個股漲多之後就給你忽漲忽跌忽漲忽跌 看起來還是要走攻擊啊 結果這一跌下來之後 上面買的全部套了 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現在很多個股都是出現這種情況啊 忽漲忽跌之後呢 它現在都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所以說後面你不能破線啊 你一破線的話 你上面套牢籌碼就會越來越多啊 所以你從這些個股你就可以發現到 奇怪最近為什麼一堆股票忽漲忽跌 反而是有一些做頭的疑慮在 那當然我就說一定有些個股 有一些股票還讓你看到往上衝嘛 但問題是你要去抓這些個股 你要買很多啊 你需要這樣做嗎 漲了就有啊 跌了就不見了 我說那對你來講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我們從今天整個本身的架構裡面來看 指數很漂亮啊 台積電在撐 你看現在還漲了差不多400點啊 是不是 可是我就說台積電最起碼 已經貢獻了差不多300點左右了 你再把金融加進去的話 其實很多個股到這個時間 你也看到那個指數幾乎沒什麼動啊 所以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的時候 它還是多頭 我還是這樣講 它還是多頭啊 可是它目前的走勢裡面 因為這個禮拜要遇到端午假期 那我倒認為 我今天測標就起來 這地方只有個股表現啊 你說要去走攻擊盤 我說到目前為止看不到 因為你在端午節之前一定會亮縮啊 好啦 就讓你看台積電 繼續再拉好了 那你看人家的指數好 要繼續有機會再創新高 問題是其他個股跟不上啊 而且你注意看啊 台股目前3500多億嘛 今天預估到收盤先看到4400啦 我說通常都會說個200億左右嘛 大概4200左右 然後呢你再從那個成交量來看 台北股市現在啊 如果說你要去走攻擊的話 從這裡最明顯 你要去走攻擊的話 成交量都要突破月均量 這裡要走攻擊 你看成交量都會突破月均量 那你現在台北股市成交量是 月均量是在4500啊 也就是說今天台北股市 並沒有讓你看到 成交量有要攻擊的狀況 那如果說在等到這個禮拜 接下來要遇到端午假期 量還會縮啊 那我問你嘛 如果說量又再跟你縮的話 那對於一些 需要大量的一些電子類股 那會比較不利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到這個時間點 不要讓你的成本一路去墊高 當你在那邊墊高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很多個股 互轉互跌 互轉互跌 互轉互跌之後 只要稍微一破線 上面就是套一堆 是不是 所以我說重盤陷阱很多 真的啊 陷阱很多 或許你不相信 沒關係 你去做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只是提醒各位 你持股不可以太多 如果當你持股 哇 看到這個漲年一樣 那個漲年一樣 結果跌下來再換其他的股票 當你越買越多的時候 我就說 6月中的那個時間點 就要特別注意 如果美股沒有繼續再往上供的話 因為現在從結構裡面來看 只剩輝達在撐啊 是不是 如果說這邊跟你維持區間 接下來越線成本又上來 等到CPI公佈之後呢 你應該要供它 結果你又不供的話呢 那就一定有問題 好 那就有問題 所以我就說重盤謹慎為之 真的謹慎為之 我跟你講你到晚上睡覺之前 你所有看的節目 每個都是大賺 本來每個漲停板它都有啦 每天都是這樣子 但是說句實話 你看到那麼多節目 你真的有賺嗎 真的很多個股 你還在等幾套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很多股票 不要去把你的成本 去墊到高檔去 然後5月中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多空的一個關鍵點 好 那到底會不會過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但是我說這個時間點 我們謹慎為之 OK 好 那再來 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個股現在怎麼做 現在還是多頭 就是問題就在這裡 指數台積電在撐 所以它一直都是多頭 但是其他個股輪動速度很快 那種忽漲忽跌的股票更多嘛 對不對 那我就說這個時間點操作 不要買太多 而且我們的操作怎麼做 我們竟然去 在那個低檔的位置區 竟然去買 對吧 你看 資源 當初我們在那個低檔買嘛 隔天供漲停嘛 現在這幾天都混在這裡嘛 對不對 好 我的做法是這樣啦 照理說啦 如果說偉創啦 音業達啦 或者是金像店 這些股票都還沒有動的話 我就會有一個緊缺 這檔個股 它不可以去破 這個低點 這低點5月29 低點294嘛 對不對 如果你破294 代表說你這個地方反彈就失敗了 就應該這麼講啦 應該說反彈就要結束了啦 所以當初我們把成本壓低之後 我們在守294啊 你294能夠守穩的話 我繼續報 如果你跌破 我們就停力出場 好 我們就停力出場 再來呢 有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像亞信 拉起來之後呢 最近稍微走區間嘛 我們現在就抓那些 比較低檔的股票 我們沒有去亂追 那這檔個股呢 到今天呢 又開始慢慢有上漲機會 那也就是說 當你成本壓低之後 它多頭沒有結束啊 所以呢 我慢慢的去把資金 就是說不要去把成本去墊最高 當你去墊最高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去接到最後一棒 那預防這種事情發生嘛 是不是 那無漲無跌的股票 你去追 就幾乎都去接到最後一棒啊 那這樣操作 我是覺得對你來講 賣給人 所以呢 有些個股第一檔買完之後 我們在等他什麼 整理完之後再供了一段 後面再供上去 然後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個禮拜 後面都是走個股表現 那接下來呢 下一檔在哪裡 禮拜五跟各位講 這個禮拜要準備 輪動型的個股也是一樣 在第一檔的成本區 即將要過緊線之前 我們盡量先把成本壓低 那如果說以這檔個股來看 今天的日線啊 已經開始有要突破的味道 已經開始從低檔要突破的味道在 所以有些個股呢 我們現在都是 把成本壓低之後 我們不要去接到最後一棒 當然你問我說 老師搞不好那個 六月中端午過後呢 CPI降溫之後呢 每股繼續再衝 好那沒關係嘛 繼續再衝 你低檔買的股票還會繼續漲啊 但是如果沒有繼續衝的話呢 那你要注意啊 你之前最高的股票 搞不好就去接到最後一棒了 所以呢 目前我們就先把成本壓低 然後呢有些個股到目前為止來看 它即將要有突破的機會在 這是週線 這是日線 所以呢即將有突破的機會 那我們現在呢 盡量去抓什麼 在低檔而且 低檔而且呢 有些籌碼穩定的股票 我們去做低階 OK好這就是我的做法 這跟盤式的看法是有關 好那如果說 你能夠認同的 因為這個禮拜是端午節嘛 我一季年禮拜二嘛 大概禮拜三左右 這個盤應該就亮縮了 甚至於搞不好在放假之前 有些個股就會有賣壓 所以這個時間點 手上個股就稍微看一下 不要持股太多 那持股上面有任何問題的 歡迎你再打電話進來 跟著一起來 我再幫你把持股做調整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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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達投顧真心照顧 运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运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歡迎回到現場 台北股是今天大漲 不過主要是垃圾盤 我們說過嘛 你把台積電的指數把它扣扣掉 那所有的指數再加上金融 一起來算的話 頂多差不多100點了 大概100點 所以很多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你就會發現怎麼搞的 指數漲那麼多 可是今天很多個股都是開高走地 開高走地 所以到目前為止 可能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禮拜是多萬五節之前 那預計後面 等到禮拜二、禮拜三之後 後面大概就會亮縮 所以有些個股是不能亂追的 那我覺得多萬五之後 才是一個很重要的多空關鍵點 這道理我們都講過了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50%扶你到年底好不好 那歡迎各位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蕭村元老師聲明書 進來網路詐騙猖獗 盜用蕭村元老師照片及簡介 收取不當之會費及開課費用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撥答運達投庫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庫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提供